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重大使商都来自于劳动部的重放 因为他们习以为常 把所有的违规违法 习以为常不当一回事 因为违规了你们将它通知改善 即便远洋市经常性的重大公安 违法记录都在 你们对于台中捷运CJ920标 的开罚都还是停留在 两个月一次的例行性检查 都没有加强劳减 即便劳减到不合法令 也只是通知改善 今天死亡的原因 里面讲到说 下面没有建空 讲到说起重机的支撑架没有电秤 讲到说没有支持的支撑架 它都发生过了 累犯 而且你们去 你们去劳减过了 他今天发生重大 死伤的这些原因 你们都抓到过了 可惜你们都叫他指示改善 劳工这个执灾的预防当不当一回事 他们施工的所有的这一些器械 都没有符合国家标准 你们只是叫他改善 而悲剧会发生 就是因为你们抓到还重放 所以劳动部是今天七人死伤 的共同杀手啊 你知道吗 部长 你觉得抓到了叫他通知改善就好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这跟委员报告 你觉得需要加强稽查吗 还是例行性的两个月一次就够了 我们现在已经把他的这个频率调整到一周一次 所以我们会加强 那是因为七人死伤以后 发生这个重大 七人死伤以前你就例行性的 两个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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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检查到了啊 检查也检查出来 所以也都通知他改善了 这个一年多以前就检查到了啊 三十项 三十项每一项都足以造成公共安全啊 所以是累犯耶 部长 你觉得你们中区的老姐你有没有失职 2002年 我在反风车抗争 我就发现他们吊挂风机机具 有非常重大的公安疑律 没有遵守职业安全災害的这个预防规定 我录影检举 结果你们中区中心给我回答什么你知道吗 他说你只要6号不能来检查了 没什么事 第一 第二呢 他说什么你不知道 你们来叫我去开团 我对方也叫立委来叫我去开团 只有立委秦资给你检查到这种形的了 你们今天还架设什么 捲取专线 这不是作秀 那是什么是作秀 那是什么是作秀